我想说一句就是 你继续你对音乐的热情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觉得 我要不要再继续唱歌 不会吧 因为我觉得有人在乎吗 有人 有 譬如说如果我发一个抖音 或者什么 就是没有很多人去注意 我会觉得我的歌迷都长大了 现在都有孩子了 那所以我就在焦虑 我要不要再继续唱 可是我想到有一个东西 我从小就是 很喜欢带欢乐给别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站在舞台 唱歌给大家听 其实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真正的我 就算如果今天 只有五个人听我唱歌 我也不在乎 也没有关系 我会继续唱下去 就是 对 所以不管你几岁 继续做你的音乐 因为你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音乐人 谢谢老师 何仙人 他有一种很诚恳 那种诚恳是 希望得到一个肯定 让其他人多听到他的才华 多给他机会 嗯 好 好 好